为了提升清洁队员面对火灾的应变救护能力 华林市清洁队20号在队部二楼会议室举办了下半年自卫消防编组演练 而市长魏家印也亲自出席讲座 希望透过防火教育训练除了保障清洁队员的人身安全 也能够确实做好防火的紧急应变措施 鉴于近年气温越来越炎热 火灾事故不时发生 为提升清洁队员面对火灾的应变救护能力 华林市清洁队20日在队部二楼会议室和资源回收场 举办下半年自卫消防编组演练 实施防火防灾宣导及救护知识讲解 市长魏家印也出席与会 勉励清洁队员提升防灾与紧急救护观念 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美轮分队的许胜林宣导员 今天来到我们清洁队讲解一下万一遇到我们火灾如何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清洁队收了非常多的垃圾 还有一些回收物跟分类 那万一发生火警要怎么因应要怎么处理 我想今天在课程里面 又特别特别的跟我们队员在做一个讲解 那还有遇到可能一些火警等等 在一些机关的部分 可能都有做一些 对于我们包括防火的意识 但是我们有很充分的一些讲解 希望我们这些防火的一些教育训练 能够给我们队员很多的启发 那万一真的派上游泳场的话 也希望照着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步骤去走 那也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 例如说我们经常会有 有人遇到火灾的时候会往上面跑 但是在他的讲解之下我们就了解到说 在火场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是应该往下走往下跑的 那遇到瓦斯罐着火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处理 他都有一个很详细的讲解 那当然我们除了室内的课程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室外的课程 室外课程我们会把我们的队员分为六个班别 来做一个训练 比如说我们有指挥组通报组等等 我们六个组 然后主要也是因应我们清洁队实际的现况来做的 那在我们清洁队来讲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资源回收场之类的堆积 还有塑胶瓶的堆积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垃圾厂垃圾的堆积 这个都是我们很有可能引发大火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平常要做这方面的教育训练之外 那我们应该准备好的一些防火的器材 也都在陆续的在建制当中 那我们希望今天透过我们消防局 我们徐队员的一个讲解之后 我们更了解我们需要去做的地方是什么 活动邀请华联县消防局第一大队美轮分队同仁 为清洁队员详细解说面对火灾时应有的反应和处置 并安排实际操作演练 帮助队员面对毅然的纸类塑胶类等实际现况时 能如何有效地保障队员人身安全 也能确实做好防火的紧急应变措施 清洁队员会持续透过教育训练和防火器材建制 提升清洁队员防火防灾应变能力 记得讲方言华联士报导 充满4